小女花不器是根据庄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由林依晨张彬彬领协主演 剧中陈玉是七王爷的独子 在和花不器相识后陈玉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起干女 却不想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明知道两人不可能在一起 她却一直用林依克的身份默默守护她 花不器在得知林依克就是陈玉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接着就被莫夫人给毒死了 上天总是喜欢捉弄人 在花不器临死前 又让她知道自己和陈玉并非亲兄妹 花不器复活来到诸府后不再打听京城的事情 她只想在江南好好生活下去 花不器离开京城后 剧情在江南展开 云郎和陈玉都来到了江南 云郎是为了寻找花不器而来的 陈玉去江南是为了帮父亲寻找一位神医 后来陈玉得知花不器是诸府的大小姐时 瞬间傻眼了 尽管她知道花不器活着 但她并未想过花不器会是诸府的女儿 当晚陈玉便伤心地把自己喝得烂醉 借酒壮胆第一次强问了花不器 两人第一次这么亲热 陈玉不想再离开花不器 而花不器也不想和陈玉分开 然而就在两人难舍难分时 东方石要娶花不器为妻 其实东方石是个赖皮的人 花不器还清银子后又被东方石绑了 最后还是陈玉带着花不器引归山林 这才让花不器摆脱东方石的强曲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追追的小伙伴欢迎订阅 评价 转发哦